請問你 我有一次我在台大演講 我到我們城鄉所去演講 我就跟他們講說 誰懂 做都市設計的人不懂水 做做水的人不懂都市設計 所以這個even在學校裡面都講不清楚 所以呢 然後呢 他們城市現在長這個樣子 未來淹水變成這個樣子 它在海邊園底下五公尺 實在不得已蓋福東市的房子 他們的房子可以隨著水位提高 上升五公尺 進出全部靠船 進出全部靠船 昨天屏東縣長來找我 他們說我們要在哪個地方蓋個福東市的房子 我說第一個 第一個 荷蘭人可以蓋福東市的房子是 荷蘭人每個人都懂水性 每個人都會划船 每個人都會玩帆船 所以他們很享受 台灣人請問你誰會划船 我也走了 我也走了 這計畫會不會停下來 這計畫不會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是新莊人的計畫 他自己知道他要幹什麼 事實上我只要把種子種下去 水澆下去 樹苗長大 其他不關我的事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概念 另外呢 我做一個另外更大的計畫 這個我到行政院以後呢 我會跟朱市長談 你要做不做不做我就接手了 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在二重蘇宏道 多大 比紐約中央公園還要大一百公圈 十六座大岸森林公園 那麼大的地方 這叫做樹洪道 所以過去二十年代 洪水只淹進來七次 所以百分之九十幾的時間沒有水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個什麼呢 做成一個符合水利法的都會公園 所以現在長這樣子 明年變這個樣子 因為符合水利法 所以我只能用 我只花多少錢 這個地方只花十一 改變一百萬人的生活環境 一百萬人 現在長這個樣子 明年變這個樣子 這張圖就是我們台灣人的諷刺 你看到沒有 全世界 我們假設這是一個水岸 全世界離水岸最近的地方 都是最漂亮的地方 我們台灣人呢 離水岸最近的地方 都是什麼 都是違章工廠 笨的政府去拆人家的違章工廠 然後給你丟雞蛋 然後擺布條 聰明的政府 只要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都市計畫改變 都市計畫改變 把油氣規則定清楚 然後呢 地主自然會把它拆掉 你不要去管它 它自然它比你還管 它會把它拆掉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政府要打防 今天的什麼奢侈水 當然我沒有什麼comment 政府打防 花十一把它做起來以後呢 台北市就會損失五十萬人 全部搬到這裡來住了 台北的房價自然就會掉下來 很自然的就會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的房子呢 這裡的房子大概一坪十幾萬 台北的房子一坪一百萬 誰要住在台北 慢慢住到這裡 這地方多漂亮 所以這個計畫呢 就告訴我們什麼 治水只是我一個引前 我利用這十億這個project 把半個台北線徹底的改造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我在改造的過程裡面 我把這裡面的所有的團體全部帶進來 希望他們跟著這個project一起成長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來變這個樣子 梯方 我們陳局長 梯方可以長這個樣子 稍微加一點工就可以了 梯方 這是我們非常習慣的梯方 只要變這個樣子 它的概念就不一樣了 那你做的東西跟我們建築方面沒有關係 那你在做什麼 現在問題是 我們的防災的系統是在國科會 所以在國科會我完全可以理解 國科會就是在寫paper做研究 但是國科的東西跟我們政府 要用的東西來重新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要做第一件事情 把這個系統從國科會拉出來 第一個先得罪國科會的主任委員 這東西不拉出來不整合 事實上做的research 跟我們政府運作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子 再一個 再跟你們談一點 對你們台東有點遼遠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的二氧化碳排放 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 高雄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 是世界平均值的九倍 我們台灣電力公司 所發的電 是全世界製造二氧化碳最多的電 請問你會怎麼樣 現在所有的國家已經規定了 你的工廠在製造過程裡面 你排了太多二氧化碳 你用了太多的水 用了太多的能源 對環境不友善 你製造了有毒的廢棄物 對不起 我有這麼多的規範 你不符合這些規範 你的產品我不可以買 我不可以買 我不可以跟你買 我不願意跟你買 舉個例子 今天象牙不能買賣 貂皮不能買賣 未來這種產品是不可以買賣的 這叫做清潔生產 什麼時候會開始出問題 2012年 為什麼2012年 因為京都一定出到2012年 開始 中國大陸 就必須要剪排了 當中國大陸要把二氧化碳 剪下來的時候 請問你台灣人我們在哪裡 這是我們最大的危機 再跟各位說 未來不是未來 不久 所有的產品都要貼一個標章 交代了製造多少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足跡太高的地方 對不起 你的產品不能買賣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叫做碳揭露 carbon disclosure 是什麼概念呢 什麼概念 會計師 國際上大的企業 會計師要做兩筆帳 一筆帳是大家熟悉的人 你賠了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 第二筆帳 你要交代 你去年一年 你的商業行為裡面 製造多少二氧化碳 你要主動公布 你要不做這件事情 對不起 你在納斯達克 不讓你上市 你不能在國際上上市 你要跟國際的銀行借錢 對不起錢不借給你 所以呢 這叫做碳揭露 國馬已經要求 我的下油廠商 你要跟我做生意 你要交代你的二氧化碳 為什麼 因為你的二氧化碳 最後全部會轉嫁到我的公司上面來 所以今天台灣的問題在哪裡 台灣問題是 台電的二氧化碳足跡太高了 所以你今天 你這個工廠 你一年用多少電是很清楚的 你台電的碳足跡 全部會轉嫁到這個產品裡面去 所以這個東西做下來以後呢 會把台灣的產業全部卡死 現在已經來了 2009年誰參加 都是製造業 2010年誰參加 銀行 就告訴你 你不做碳揭露 銀行錢不會借給你的 然後2010年 台灣有38家廠商被要求 要做碳揭露 這38家是誰 你注意看 這38家是全台灣最有錢的人 全台灣最有錢的人都在這個地方 而且呢 這些都是銀行 所以呢 我就寫了一個proposal給我們吳院長 我給他一個proposal 38加2 什麼意思 這38家企業加上台電加上中油 事實上是台灣88%的溫室氣體 台灣根本不需要等什麼能源三法 這38家中油加台電 我們台灣的二氧化碳已經降下來了 而且這38家根本不要政府給他錢 他都比政府有錢 而且呢 他必須要把二氧化碳減下來 因為他都是國際上市公司 他不能不減下來 所以把它變成一個package 這38加2是我們88.43%的二氧化碳 9兆的這個產值 這個地方一出問題 我們台灣就出了問題了 38加2這個proposal 結果呢 我給了院長 院長就很好運拿給經濟部長 結果我們的能源局長 工業局長 在兩個月前 非常seriously跑到台大來找我 我說 李教授我們都做了 我說那你都做了 為什麼外氧化碳沒有剪下來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說做 他都有做 但是呢 都做到皮毛 完全沒有碰到問題的核心 其實你說要外氧化碳要剪下來 容不容易 外氧化碳要剪下來 非常不容易 請問你 工程師在哪 誰懂 在台大跨了好幾個月 沒有一個教授全部都懂 工程師在哪裡 公務員在哪裡 政府的法規在哪裡 規範在哪裡 都沒有 所以要產官學 一起來做 所以坦白跟各位講 事實上台灣已經幾乎是來不及 來不及的結果是什麼 這些產業為了要生存 全部會出走 全部會離開台灣 全部離開台灣 因為台灣的探阻期太高了 等這些人都離開台灣 請問你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氣候變間有兩塊 我花了大部分跟各位講的 叫做adaptation 如何防止災害 另外一塊 我比較少跟各位講 現在跟你講 叫做mitigation 如何把二氧化碳剪下來 兩個一樣重要 今天台灣的政府 有看到 減災防災的那一塊 台灣政府還沒有realize 這件事情 事實上比那個事情還要再嚴重 因為這件事情 會改變整個台灣的產業結構 會改變我們的整個 生活的命脈 所以台灣只有0.8%的能源自主 都是很可怕的 所以利比亞一發生災害 中東一發生戰爭 我們就慘了 石油就上升 好想借的 inlet úsica 感谢观看